現在進行高樓是飛 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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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裝牆 裝牆 好傷心的感覺 然後 要自己對飛機進行修理 這個不知道摩倫滴有沒有保修 所以我們要自己修 初步估計那個相機和裝置應該是我們在飛飛時撞到牆 結果 那個一條桿彈出來了的小鉤子 原本應該要勾在裡面的 但是現在撞到他彈出來了 所以他摸起來有一點搖搖的感覺 如果不放回去飛飛飛時 那個鏡頭可能就會搖搖的 然后 是一种 很心痛的感觉 现在要想办法 把它放回进去那个沟 沟里面 所以我们会先把 前面的那个 因为它前面还有 前面后面四边 还有用那个小小的 rober band把它勾着 所以现在我们先把前面的 那个rober band 就是它勾着的东西把它 先勾出来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它 弹回去后面 就是放回去后面那个小勾里面 现在是放回进去 就是已经勾回进去 这个 我们有上网找 如果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它不小心弹出来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 这个video 来修理你们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 一个很精致的 camera可以讲 就不可以把它当一般玩具 这样随便撞撞而已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它把它的那个杆 塞回下去 那个小沟里面 耶 又可以重新玩了 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飞机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操作 不然 痛的是你自己 流血的是钱包 跟玩具来玩的话 建议你们买便宜一点的 因为这台飞机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玩具 它是一台专业的摄影机 我们的那个螺旋桨的速度非常快 就那个力道非常的大 连那个板都给我们挂花了 所以千万要小心使用 注意安全